这男人怎么老是跟缩头乌龟似的 每次都是女人上来 然后男人躲在步 我们的编导告诉我们 大海在第二现场 我们把第二现场打开 喂 你好 是大海吗 是 你好 你怎么在第二现场啊 我觉得我还是在第二现场比较好 我觉得我去第一现场会比较尴尬 你怎么还戴着墨镜呢 其实说实话 我今天来到这儿也是因为 出于对这两位在场的三个女人的负责 所以我才来的 所以我不想让太多的人接 但你老堵在后面也不是个事啊 来 我来问你几个问题 大海 你到底爱谁啊 那一定是美辰啊 大海 你怎么能这样呢 甜甜这么好的女孩 你说她什么呀 大海 我想问你 你既然不喜欢我 为什么还要跟我在一起那么久 而且在我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你还跟其他女孩在一起 你这不摆明的劈腿吗 请你放过她吧 你不要每次都这样逼她 我现在问的是她 我觉得我必须得说一下 我觉得我妈一直对美辰都有误解 从她没开始了解这个人开始 就已经 心里面就已经有排斥了 其实美辰是一个特别 照顾我 我心情的一个女孩 就比如说她的服装问题 那就是 其实在这之前 她跟我讨论很久 她要不要上来 穿的是那种 平时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的服装 但是我 就是坚持 我就跟她说 你就按照你工作的状态 这样的服装穿 这样上台 因为我觉得 我如果想让我妈接受她的话 就要接受她的所有 其实田田是一个很好的女孩 包括她对我 对我妈都挺好的 但是我不喜欢她 我也很早地就表明过立场 这件事情 自始自终都是 我妈在安排 你能来到现场吗 我觉得 来把第二现场关了 来我们回头 事情很清楚 但是很难办 难办的是 清楚是因为大海 已经有明确的指向 难办的是 大海不敢 她连到这儿来 她都不敢 虽说美臣虽然赢得了她的心 却没有赢得她的胆 我最想的是 对田田说一句话 人家大海话说的 不能再明白了 根本就不喜欢你 而且人家已经心有所属了 你还待在这干嘛呢 浪费你的宝贵青春 你要是想嫁他妈 我觉得你是有胜算的 你想嫁大海 你这完全 就是白日做梦啊 你赶紧换片子吧 确实 我也觉得在整个 在整个事件里面 其实最需要做出选择的人 并不是大海 而就是田田 因为田田 现在已经很明显地看到 就大海 她并不喜欢这个类型 你想知道一个男人 要培养出感情的话 是不太可能的 而且你要跟他生活一辈子 我觉得当下 做出选择的人 应该退出的 就是你 我接下来问你们三个人 一人一个问题 田田 你爱大海吗 爱 大姐 你爱大海吗 爱 美成 你爱大海吗 爱 我觉得你们三个人 都不爱 真正爱一个人 不会逼我爱的人 做出抉择 但无论如何 这个儿子 还是要见面吧 话虽然这么说 我们不会逼着我们的爱人 去做出抉择 因为做出抉择之后 我们都不会有预期的幸福感 多年前 为了跟儿子创造一个好的未来 展阿姨下海经商 几十年奋斗 攒下了丰厚的家业 而大海的学业 工作和婚姻 都是母亲一手指定安排 直到遇到热情火辣的春门美成 儿子第一次叛逆 那么 长期听从母亲爱海的大海 会有勇气来到现场望 你们要不要大海来啊 当然 你们谁去开门 我去开 我的儿子我去开门 问你几个事 儿子如果坚持要跟美成在一起 您怎么办 那他就想要让他向甜片说一个理由 说个理由 你就可以接受了 也不是接受 我也保持就是看大家的 平心而论 除掉职业和刚才台上的表现 就这女孩 她到底有哪不好 我第一眼一见他那种 就像 你看他妖娆多次那种感觉 我一点都不喜欢 从那我就 有点反感 所以阿姨我 我建议你不管今天结果怎么样 回去读一本书 这本书的书名就是你 这是一本名著 叫 傲慢与偏见 好 大海会不会来到现场 我们一起倒出五个树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按键 诶 怎么没来呢 刚编导说 您儿子 怕面对这么多人 所以呢 他想单独跟您一个人说 他儿子还算挺聪明的 知道正洁就在他那 没必要面对天 那你们俩 休息一会吧 大姐 你看你儿子都怕了 要跟你一个人谈 行事很严峻 我估计您儿子长这么大 你没跟他在这种公众场合 说这么严肃的话题了吧 来 让我们再次倒出五个树 五 四 三 二 一 七 先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 我叫朱大海 为什么决定一定要跟妈妈谈 我觉得这个事情 从而到尾 为什么今天会站在这个舞台上的原因 都是因为我妈 我觉得我首先得先把我跟我妈的事情解决了 好 那你就自个解决 你自个说 我估计你这些年都没有这么跟妈妈说过话 今天把他一股脑子说出来 因为这有可能决定你将来自由的命运 好吧 接下来舞台交给大海 接下来是大海的告白时间 妈 其实这段话我已经想跟你说很久了 其实我知道你为这个家付出很多 我也知道我从小到大你一直都在 就是点点第一的事情都在为我操心 真的从学习到工作 每一件事情都是你来帮我安排 甚至到感情 我期间交过两个女朋友 你都知道 然后你不喜欢她 你不喜欢她 我这也是为你好啊 妈你先听我说好吗 你不喜欢她们 那好 那我去让她们去做改变 让你能接受她们 但是你还是不喜欢 那好 那我选择跟她们分手 我为什么会跟她们分手的原因 是因为您 我尊重您 之后你把甜甜介绍给我 我还是一样 我用心去感受 我尽量的去跟这女孩交往 希望能达到 你满意合适的这个想法 但是我发现不行 我真的不喜欢甜甜 甜甜不适合我 我喜欢的人是美臣 那你那时候怎么不早说呢 我刚才一介绍你就说呀 你现在你怎么 面对甜甜啊 妈你永远都是这样你知道吗 就是我每次不管说什么 你都是打断我 然后你就会 把你的想法强加在我的身上 从小到大一直都是这样 为什么你就不能认认真真 仔仔细细的听听我说 就比如说今天你把甜甜 交到这来 你让甜甜怎么办 人家一个女孩 就包括美臣 为什么美臣今天会来到这 所有人 为什么大家聚到这块的目的 您能不能为我想一想 也为大家都想一想 你让两个女孩怎么办 我无所谓真的 但是甜甜以后怎么出去 美臣 我知道你不喜欢美臣 但是你到底是不喜欢美臣的职业 还就是不喜欢美臣这个人 还是说您就喜欢 您自己心目中的那个准则标准 那你说你怎么面对甜甜 以后你让我怎么面对人家 什么好的姑娘 妈这样 对于甜甜的事情我自己处理 我们年轻人的事情我们都自己处理 甜甜的问题 我觉得可以把甜甜请上来 我当面跟她道歉 首先我承认 在跟你交往的同时 认识了美臣之后 有那么一段时间是在同时交往 这是我的不对 我给你道歉 对不起 还有 我知道 你是一个很好的女孩 我也知道你对我妈很好 包括你对我也很好 但是 我一早就说过 我们真的不合适 我也真的不喜欢你 我相信你这么好的女孩 你一定会找到 比我好一千一万的人 我最后还是真的 祝你幸福 大海 既然你都不喜欢我 我也不会再喜欢你了 但是 我跟阿姨的感情会一直不变 我现在能说什么呢 甜甜既然原谅你 我能说什么 反正是这样 你以后过好过来 你别怪我就行了 别说当初 你那时候年轻我不懂 有些什么没跟你说 反正你自己的事情 你自己把握好就行了 真的我觉得 我妈能说出今天这样的话 其实我挺惊讶的 因为她从来都 没有这样的状态 跟我说过话 包括我今天 刚才情绪有一点 控制不住 其实我也没这样 跟我妈说过话 在这儿 我也对我刚才的态度 表示道歉 你是我儿子呀 这么能让咱们决裂是吧 但是我想说 我觉得我妈 不拒绝 不阻碍 已经算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我谢谢 我去找我的幸福了 我们本来 为爱就是 一样 参